大家好,这节课开始,我们将正式的进入到Redux编码的学习流程之中 大家应该把之前我让你画的那个纸片拿出来了 这个纸片上应该包含Components,Action Creator,Store,以及Reducers 我们要结合这张纸片来给大家讲这个课程 所以大家把纸片放在身边 这样的话我讲课的时候 如果你反映不过来一些专业术语的话 你可以随时的去查阅这个纸片 学习起来就没有那么困难了 我们看这张图大家去想一下 其实在编写Redux这种框架的代码之中 我们图上四个部分,哪一个部分最重要的 我们说Redux是解决数据传递问题的一个框架 它把所有的数据都放在了Store之中进行管理 所以在Redux之中Store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在我们编写代码的时候也要先优先的去编写这个Store 我们看在我们的代码里面如何去创建一个数据管理的仓库 首先呢我们打开控制台 在这里呢启动的是我们之前启动的这个To-Do List的代码 如果我们想使用Redux 第一步你先通过YAR来安装Redux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执行YAR Add Redux 这个过程呢会有点慢 大家稍等 好了 Redux这个时候我已经安装成功了 接下来我就要去创建一个Store 怎么创建呢非常的简单 我们在我们的SRC项目目录下创建一个Folder 这个Folder的名字呢就叫做Store 好在Store这个文件夹下 我创建一个文件叫做index.gs 这个index.gs呢就是创建Store代码存放的位置 我在这儿呢这么去做 import create store from Redux 好了我们从Redux这个第三方的模块中呢 引入一个方法叫做create store 我们一定要用这个方法呢 就可以创建一个Store出来 那么在这儿我定一个Store 等于什么呢 等于create store 这样的话我们就创建出了一个数据的公共存储仓库 当然你创建完了 别忘了把这个Store导出出去 好了 我们呢打开之前的那张图 大家来看啊 现在我们已经创建好了Store 实际上呢 Store这部分的内容已经有了 但是Store之前我举的例子 它是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 这个管理员呢 它记不住我到底应该怎么管理我的数据 它需要一个小的笔记本来辅助我去管理我的数据 所以呢 你在创建这个Store 创建这个管理员的时候 你必须把这个小本同时的传给这个管理员 不然的话你创建它 它什么也不知道 你需要在创建它的时候 连同这个笔记本一起把这个笔记本给到Store 那怎么做 我们到代码里面 现在我们直接就创建Store了 这个管理员他什么都不知道 不会去帮你处理数据的 好了 我们需要把小本本创建出来 然后给到这个Store 所以呢 这一步我们要创建一个笔记本 那笔记本呢 在我们的代码里面对应的名字就叫做Reducer 所以呢 我在Store目录下再创建一个文件叫做Reducer 好了 在Redux之中 Reducer的代码需要你返回一个函数 Export Default 我们只需要返回一个函数就可以了 这个函数呢 它会接收两个内容 一个是State 一个是Action 这块内容不知道 没关系 我们先写死 然后这个函数呢 我们还要去返回一个内容 我们要返回什么呢 默认我们返回State就可以了 保存一下 好了 那么接着 我来讲一下这两个参数 State指的是什么 我们说 现在Reducer是我的一个笔记本 笔记本里呢 存放了很多很多 关于图书馆的书籍的操作呀 存储数据情况呀 很多的数据 以及如何对数据操作的一些内容 所以这个笔记本里要记很多的内容 这个State记的是什么 这个State就是 如果形象的来说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State里面存放的就是 我整个图书馆里 所有书籍的信息 那对应在我们Reducer里面 大家可以认为State就是我整个store仓库里存储的数据 于是我可以在这儿写一个这样的代码 ConstDefaultState等于一个空对象 然后呢让State等于这个DefaultState 它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时候我小本上就有这样的一条记录说 现在我默认什么数据都不存储 所以笔记本上写的就是这个内容 好了 或者说笔记本上写的是 我现在默认数据里面就是一个空对象 笔记本有了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Action是什么呢 我们后面再说 现在我们只知道State指的是笔记本里的数据 或者说我们整个store里面的数据 现在呢这是一个空对象 好 笔记本有了 接着创建store的时候 我们要把笔记本传递给store 怎么传递呢 我们import reducer from 大家来看啊 我从哪里去引入reducer呢 从当前目录下去引入这个reducer reducer以理解成它就是一个笔记本 所以你把笔记本已经引入进来了 接着创建store的时候 你把笔记本作为第一个参数 传给这个store 于是你就完成了这样一件事情 我们打开这张图 代码写到这儿 我们首先创建了一个reducer 它里面呢负责存储一些 整个项目应用中的数据 然后呢 我把reducer传给store 这样的话 创建的这个store 它就知道 我现在整个这个仓库里面 数据都有多少 它可以到reducer里去查看了 目前我们的代码写到这儿 就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了 接着我们继续往下写 store已经创建好了 我呢 其实可以改一改代码 在reducer里面 大家想啊 当我做todolist的时候 其实数据里面要存储两项数据 一个叫做input value 它的默认值应该是空 一个是list 它应该是一个空数组 那么我可以在default state里面 把这两个值定义上 它的意思是什么 现在我的store 也就这个仓库里面 有两个默认的数据 一个是input value 一个是list 由我这个reducer来管理 这个reducer创建好了之后 我们再去创建store的时候 又把reducer传入到这个store之中 所以store也就知道了 我这个仓库里面 现在有input value这个数据 也有list这个数据 OK 讲到这儿 其实store已经创建好了 目前来说 我们的store里面 就是两组数据 这个store已经 完整的存在了 那么接着 我们下面要干什么 又回到这张图 store里有数据了 那么我的组件 就可以连接store 去store里面取数据 然后显示出来 好那怎么做呢 大家来看 store 现在我已经创建好了 to do list 是我的组件 之前 我组件的数据 来自于哪呢 来自于写死的这个data 大家看 data是一个 我写死的数据 我呢 可以把这个数据放在哪里 我把这组数据呢 好 我可以先删除掉啊 我现在用的这个data 就没地方可以找了 那我希望我这个组件的数据 从哪拿呢 从这个公用的仓库里去取 怎么取呢 我们要这么去取 首先我要把这个仓库 引入进来 import store from哪里 从当前目录下的store文件夹 下的index.js文件里面 去引入我们的store 当然呢 如果你的这个目录下 要引入的是index.js这个文件 你完全可以不写这个文件名 因为它会自动的会去找index.js文件里的内容 好 当然呢 你写了也是OK的 我个人呢 一般不习惯于写index.js 所以我直接这么写了 甚至你连前面这个反斜杠都可以不写 OK 我们保存一下 实际上 你是从哪里把store引入进来的呢 你是从当前目录下的store文件夹下的index.js里面 去把你导出的store引入进来 当然呢 这里应该是export default 不应该是export 所以呢 这块内容大家要注意一下 store有了 我们已经引入了store 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写代码 我们说store里面存储了公用的数据 那么我们就可以尝试去获取这些公用的数据 怎么获取呢 我们可以在constructor里面 接受一下props 然后呢 调用superprops 在这里去尝试输出store里面的公用数据 怎么去输出呢 我们可以console.log store提供给我们了一个方法 叫做getState这个方法 我们呢 可以调用getState来试验一下 保存 然后我们到to do list上面 它会说 data is not defined 原因就在于 这个data啊 现在是不存在的 不过我们应该可以打印出页面上的一些内容啊 这个时候不行 好 那怎么去解这个问题呢 我先可以让data等于一个空数组 先让它不报错 然后我们到页面上刷新 大家可以看这个时候store里面的数据我们获取到了 input value是空 list是一个空数组 好 我们可以再去实验一下 我们打开reducer reducer呢 里面存放的这些公用的数据 我可以写一个123 甚至呢写一个12 保存 咱们再回到页面上刷新 好 你可以看到 我这个组件就能从store里面拿到input value 也能拿到list 那么下面就好办了 怎么办呢 我们这样去做 this.state 等于store.getstate 这个时候 我们的组件里面的state数据来源 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store里面的数据 然后我们可以打印下 this.state 保存 回到页面上 刷新 大家可以看啊 我这个组件 从外部获取的input value和list 现在存到了我自己的这个组件之中 那么下面我可以怎么办 下面的写法就和之前一样了 datasource里面 我们直接就写this.state.list就可以了 input value呢 这块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写 value等于 this.state.value 保存 回到页面 我们刷新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你的to-do list里面 已经出来了两个列表象 为什么会出来两个列表象呢 因为你的数据来自于store 而store里面 现在初始化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1 有一个2 所以呢 它的这个值 就会显示出来 页面上就会显示表象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 正常来说 这里面应该显示出一个123呀 为什么没显示出来呢 来看一下代码 store里面 默认数据是input value等于123 我这个组件 从store里面去取数据 放到state里面 这也没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其实这块写错了 input的value值 应该等于state里面的 input value 这样写 才正确 保存一下 我们回到页面之上 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时候123已经展示出来了 那实际上它下面会报一个警告 我们先可以忽略这个警告 后面呢 我们会解决它 好 今天呢 我们的课程就讲了很简单的一点内容 什么内容呢 首先如何创建store 我们说创建store 你需要引入redux里面的一个方法 叫create store这个方法 那你不能单单的创建store 你需要在创建store的时候 把你的reducer传递进来 也就是说你创建一个管理员的时候 你要把那个小本子给它 所以呢 创建store的时候 我们要先去创建reducer 然后呢 把reducer传递给创建store的这个函数 然后用reducer来创建这个store reducer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说reducer首先你返回的 必须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呢 接收两个参数 一个是state state等于defaultstate的意思是 reducer负责管理 整个用里面的一些数据 好 怎么处理 怎么存 都是由reducer来管理的 那么到底这个store里面 存什么样的数据呢 我们在state等于 defaultstate这里 设置了这个仓库 它的默认数据是什么 它的默认数据是 有一个input value 有一个list 好了 那action有什么用呢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讲到 这节课呢 大家理解到这里就可以了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